各位亲爱的朋友 爱笑家人大家好 我是台湾爱笑环保协会执行长 我是一心 非常感谢大家对台湾爱笑环保协会的支持和关注 我们的老师 德斯库博士和温秀之医师 有一份深切的盼望 就是希望家家户户减少湿垃圾 从源头进化 让人和大自然能共生共荣 透过每个人将环保销素 推广到世界每个角落 不仅如此 我们更深爱每一个生命 希望大家都健康 因此台湾爱笑环保协会 共制作29集谁来上载影片 与大家分享如何做到减少湿垃圾 蔬食减少环境进化 我们感谢社会大众对 因此的弱实能够继续下去 不仅自己做到 一定要继续追踪 台湾爱笑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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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教育系列课程 以及手工造制作专辑 今天我们想要跟大家一起来谈一谈健康 到底什么是健康 健康要从何而来呢 今天我们邀请到 我们台湾爱笑环保协会的 指导老师温秀之医师 来为大家分享这个小账题 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 和喜悦的心情 一起来欢迎我们的温老师 意志并疏实的活动 已经开跑了29个星期 希望大家再接再厉 继续实践 继续传播 很多时候改变世界 不是少数人做了很多的事 而是每个人都做了一点点 我相信在之前29个视频里面 只要你喜欢打开任何一个视频 你都知道如何可以更加的健康 更加的环保 所以想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一个使命 就是保护我们的地球 绿化地球 软化人心 我们的燕景呢 就是希望让人人都能健康自主 也因为这样 所以呢 才有了这一日一舒时的活动 那台湾爱笑环保协会团队的成员 自我取取过 要成为一个有责任 有担当的人 成为肩负社会责任 还有历史使命的人 所以呢 在这29期的视频影片中 努力地向大家展示他们的才华 希望能起到共鸣 大家一起来 为我们的健康 为我们的地球 为我们的环境 尽一份的努力 那我们都知道 健康的法则 第一 我们一定要好的空气 如果空气好了 我们才会健康 那现在空气如何才会好呢 我想全球的人都了解 什么叫做 我们现在空气污染 那以前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会说 深吸口气 闻到的是清新的空气 那现在深吸口气 到底闻到的是什么 除了雾霾 还有什么呢 所以想要保护我们的环境 所以我们要开始 非常的重视 我们的环境里面 到底如何才可以 节能减碳 这个节能减碳 可以保护好我们的空气 所以不要小看 你的一份小小的努力 那除了空气好 我们还要保护好我们的水源 在台湾爱笑 环保协会的努力之下 我想很多人都懂得 制作环保教育 尤其在我们29期的 这个录影中 每一期都会跟大家分享 制作环保教育的重要性 那环保教育制作 主要的除了能减少垃圾之外 制作好的环保教育 干嘛呢 很多时候大家都说 我做了这么多有什么用 我非常欣赏 台湾爱笑团队的家人们 他们都做了一个 非常有意义的动作 就是每当下雨天的时候 大家都有一个动作 叫做倒教肃 在哪里倒呢 你可以在你家的沟渠前 你可以在你的沟渠里面 你可以在你家里面的 那个排水管里面 都可以倒教肃 因为环保教肃 倒入水源 倒入沟渠之后呢 它可以净化我们的水源 那平常的资质里面呢 我们可以把环保教育 加入任何的清洁剂 加入清洁剂 可以净化我们的污染 减少对于我们的水源的污染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已经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学术性的报告 欢迎大家 如果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 来研究来探讨 保护水源 人人有责 那除了空气好 水源好 再来就是食物 我不晓得大家 知不知道 现在我们的食物 有的问题是什么 那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 叫做什么呢 瘦肉精 这个瘦肉精 来自哪里呢 什么食物 才有瘦肉精呢 除了瘦肉精 大家有没有听过 荷尔蒙呢 再来抗生素呢 还有农药化肥 再来就是基改的食物 那基改的食物 到底对我们人 有没有影响呢 很多人说 基改的食物 我们人类吃 其实并不多 最多的在哪里 其实是在动物的饰料 天啊 你一听到这个动物的饰料 意思就是什么呢 所有动物的饰料 原来都是基改食物的 为了动物 所以才有了基改食物 那请问 你的动物是在吃什么呢 那你吃动物 你又吃了什么呢 所以在吃 那对我们的健康 好还是不好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 也值得我们生死的问题 再来好的食物 刚才我们谈到农业里面的农药化肥 那如何才能吃到我们的古早味呢 很多时候 现在很多人都很向往古早味 什么叫古早味呢 你能吃得出你爷爷那一个时候 你爸爸那时候的味道吗 那个米有吃到米香吗 以前的时候 我从来不知道 煮饭会那么香 因为我们都是常常在外 吃那个外食比较多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大家都必须在家里面 从这个疫情 对我来说 其实又起了另外一个新的发展 天天在家煮饭 我都天天闻到 我家里的米饭的香味 很感谢在马来西亚 我也可以吃到有机 甚至于我们比利 就是很好的农耕 友善农耕的这个米 每当煮饭就坐在那边 赞叹那个米香 好香啊 所以呢 大家想要吃到好的米 可以去找好的农耕 那同样的菜一样 以前的时候 因为我呢 不擅长于煮饭 也不擅长于煮饭 所以我还记得 一心从开始路子 一直一舒适的时候 就一直跟我说 唯一是来一道菜嘛 来一道菜 我每次都是这样 我说其实并不是不来啊 那是没办法来啊 我的女儿每次跟我说 妈咪煮的菜只好吃一次 接下来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 为什么 因为我每次都是即兴而起 我真的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更不是这方面的专业 也没有办法很好地煮 但是我的女儿 每次吃我的食物的时候 都会说很好吃 其实这是因为 食物本身的原材料 因为我们用的 都是尽可能找的都是有机 所以当你找的是有机 那你的食物 你的原汁原味 它自然就会出来了 所以不怕 不会煮 惧怕 找不到好的食材 对吧 那要有好的食材 我们就要有好的农夫 好的农耕法 所以在此呢 好的食物呢 要有好的农耕 所以我们要支持好的 友善农耕 有机啊 然后呢 任何 只要是保护土壤的 或者你自己在家 在你的小小的一片小小的地方 你也可以有一些种植 像我 我也常常在家种一些 就好像地瓜叶啊 等等的这些 要吃的时候就可以去斩栽 而且非常的不一样 可以试试看 再来 我一直都相信 不只是健康 不只是要身体健康 我们心灵也是要健康 然后呢 也要更能安宁 安住 自在 喜悦 那要能有这一个 心灵上的健康 安宁 自在 喜悦 那么 我们就要能有 很好的思考力量 我们要有很好的创造力量 我们要知道 如何的精准选处 适合 正确 适合自己的 你要能做到这一点 那么食物 起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 在人质学里面 我谈到 营养学 到底什么是营养学 并不是我们认识的 蛋白质 矿物质 或者淀粉质而已 而是 能帮助我们 滋养我们心灵的食物 那什么才是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字 叫做生命力 所以呢 你吃的食物 有没有生命力 有没有很好的 能滋养你 所以吃食物 记得是为了滋养 而不是因为好吃 这个呢 是我们大家都要去明白 和做到的 所以大家要将心力 用在探讨健康的本源上 要怎么样才会健康 台湾爱笑家人给我看到 在过去为了健康 做了很多事情 比如用环保教育 净化果菜市场 用环保教育 净化河流 净化湖泊 还有净化 一个非常大的潭水 所以起到 那个起死回生 把那个潭 那个河等等 污流污染的河 都净化好 在此 我非常的感恩 因为你们的做到 帮助了世界上 各个地区的人民 更有力量 在此呢 净化环境上 净化沙滩 还有到公园 简单 这也是我看到 爱笑 环保家人的踪影 也看到你们的身影 在其中 发展友善农耕 城市菜园 也是在过去的日子里面 我也常看到 学会的人们 都一直努力的 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零污染的建设 社区的建设 家庭的建设等等 每个人呢 除了学习 减少用化学品 减少用塑料袋 然后呢 鼓励大家垃圾分类 做到家庭零污染 这也是台湾爱笑 环保协会 一直在推广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叫做健康 要靠自己 唯有自己的努力 才能拥有 健康的身心灵发展 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说 我说啊 健康是从实践 从认知到实践的获得 想到健康 我们都要自己来努力 因为健康是一种 选择 今天非常感谢 大家的收看 然后呢 因为疫情 我没办法到台湾 但是也因为疫情 让我在线上 可以跟更多的人 在一起 再次呢 很高兴 给大家分享 我对健康 深心灵 对 一直一舒适的感恩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